但是错十四分钟 为了让学生更有序的 有秩序的进入食堂 有秩序的离开宿舍楼 吃饭时间我们给的是总长量 是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你可以吃啊 校长 您虽然长期待在学校 但我认为您可能对学校的具体情况 有时候还不一定了解 我听到的一个学生告诉我 而且他是学的学文 他说的吃饭时间是两分钟 两分钟 我跟你说 您听我讲 您听我讲 你说 听一个学生讲 我的一年 第二次跑到食堂 那个堆舍五分钟 然后患了严重的胃病 而且据我了解 在恒中学生得胃病的同学不少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样一种 集体的环境中间 不需要您在意 怎么样要求他多少时间吃饭 他们已经自觉地形成了一种 万念皈依 只听考考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跟你说 你要到亨中去了解去看 有多少得胃病的 有多少的医务师去看胃病 正常得胃病的人数的比例 这个人群当中 正常得胃病的比例是多少 亨中超过不超过这个比例 你也要有说这个话都要有根据 得有科学的根据 我们就说说这个观感 刚才夏淼也说了 我们这个片子拍的还算合格 你去了又说什么 你看到一个这个学校 这样一个场面 你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他通过严格的管控 和处署措施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 比如像 你看到有老师了吗 比如像那些 这里你看到有版主 有老师吗 钻笔呀 上课喝水呀 滴养药水呀 等等 这些他都会要 他们有一种量化 叫做量化管理 对会给他 有根据吗 不要再说了 我校长 这个根据来源于 你用根据吗 内部文件 你有根据吗 校长 说话你也有负责的 校长 我们这水可是可以喝的 在我这儿可以 而且海学就说 恒水中学的学生告诉我 说在恒水中学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他们在跑操 在吃饭的时候 李林记者 不要在说 恒水中学生 他们会拿出那些书来看 就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看书 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 分秒必中 这一点是因为 我问张校长 你就在学生跑步的时候 看书是有价值的吗 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吗 我现在不跟你说这种问题 这一点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呢 他首先是他说 在老师们中间流传一种话 叫做 如果我给这个班 布置的这个作业 作业量和视觉量 如果班上有同学完成了 在班天完成了 那就表明我布置的失败了 那么下次就要加大量 所以恒水的学生 是处于一种永远 在做不完作业的状态中 所以他们必须要 争奋强调 争奋强调的去学习 我觉得恒水中学 他在这个校园文化 或者说对人的 这个精神的那个管理上呢 他做到了一条 就是用成功学 用上大学来激励 来规划人生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呢 对于一个青年人的成长而言 除了上大学这一个目标 高中阶段 你是要形成自己的个性 兴趣 或者说还要给他的想象力 创造力留一点空间 而不能给他百分之百的 都给他填满了 所以在这个模式下 培养的学生 即便上了新华北大 也是没有更大的价值的 林老师我跟你说 就是关于恒水中学 你这个疾病评价呢 我只是说呢 还是有偏颇的 他们要有30多个赛团 他们每年要有几十个活动节 我参加过他们的 学生的道德标明的评学 这个场面真的还是蛮震撼的 每天还有一颇颜色 学生的这个 一种神采的飞扬 那一种精神的这个奖 那这时候表现出来的 我认为这个孩子们 还是蛮了不起的 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 就是一个女生 自青春 高三的毕业生 她的考卷 三年的考卷 两点十一米 这是事实吧 我跟你说 这个学生 考的是香港大学 对 他到香港学校 第一名 学习非常的优秀 对 他是把在高中期间 包括自己买的所有的东西保存 然后照了这么一个照片 放在自己的播客上 两米四一 两米四一 那不仅只是作业题 其他的一些读物等等 都揉在里头 假如你是个校长 你怎么样 他自主 怎么样 这个问题太棒了 现在假如 假如我是校长 第一 就是给学生松绑 更宽松一点 多一点时间吃饭 走路 游戏 刷牙 脱衣服 睡觉 等等等等 就是善待学生 你说的就是很正常 对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而且绝对不会降低升学率 张校长不知道认不认同 多给他五分钟吃饭 他会降低升学率吗 我们现在给他45分钟吃饭 改成五十分钟 普遍的反应 但他吃饭 他普遍的反应 昨天那个